平时张口闭口都说自己爱公司的人 未必不会在收到第一个猎头电话时就跳槽 所以判断一件事的真假 我们不能只听别人说的有多欢 更要看行动 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认为 加密货币不受政府干扰 是一种势必会取代法币的 更优秀和纯粹的货币 可是在比特币出现的十年间 闲友有支持他作为支付工具的商家、客户和教育工具出台 就算去年全球掀起比特币热的时候 各类比特币峰会的报名费都不收比特币 这里说一句 忍者却有用过比特币在Steam平台上买游戏 飞速上涨的价格和难得一见的使用率 迫使币圈修正了自己的投资逻辑 或是圈钱故事 新的故事是说比特币的价值 不一定在于它会成为交易的中介 也就是说它的看点不是它的货币性 而是储值和避险的功能 说通俗一点 比特币的新故事是数字时代的黄金 甚至有人发了星空气笔 就叫Bitcoin Gold 如果投资人真的是为了逃避风险 那今年6月真的是提供了很多需要逃避的理由 中国A股步入熊市 人民币率创新低 美国和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说要打贸易战 这些是检验比特币作为避险资产零不零最好的机会 可是比特币的价格呢 从6月初的7700美金 一路下滑到7月1号的5800美金 跌幅比上证指数还大两倍 如果我们要严谨一点 再看看以比特币记下的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坊 6月的价格同样下跌了17% 在市场波动不定的时候 投资人似乎没有把比特币当成避险资产 甚至把它当成了勒紧裤腰带时期可以省略的奢侈品 这是一个会让很多人痛苦的事实 不管你多么独信比特币的投资理念 无论是作为电子货币还是电子黄金 大多数其他投资人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他们是不幸的 他们是每天都说自己爱公司 然后第一个就跳槽的人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